天莲姑娘好了 男兵出列 爬上铁锁大人桥 是 好 好 让老师先过去 难不倒老师 小心啊 来 好 好 鬼鹰 带兵过桥 为了取得祥龙墓大破天门阵 杨宗宝临阵取亲和穆桂英结为夫妇 从此传为一段佳话 北宋年间 杨宗宝继承养老令功和父辈的遗志 带着士兵们镇守在边关 西夏大军轮番进攻 宋军士兵死伤无数 为避免城池遭到破坏 杨宗宝带着士兵们冲出城外血战 枪剑交替使用 宛如出水淫龙 可对方终究是人多势众 杨宗宝退无可退 只能将爱亲穆桂英的一缕发丝取出 抛出信哥回京城报信 随即拔出宝剑 与西夏大将殷齐 熬战数十回合 生死未卜 下落不明 京城天波府内 似乎是感应到杨宗宝遇险 穆桂英陡然从梦中惊醒 看到院中信哥脖子上的青丝时 一切都明白了 18年前 穆桂英还在穆柯寨战山为王 杨宗宝为了求得穆柯寨的降龙墓 不得不和穆桂英大战数十回合 本以为家传的杨家枪法能稳赢 可穆桂英手中的燕宁金刀 也不是吃素的 一刀劈过去差点要命 哼 下次我砍的就不是头发了 那我下次要削你什么好 原来杨宗宝早已削断穆桂英的一缕发丝 他知道穆桂英只是逞一时之气 并不是真的想和朝廷作对 当即作出承诺 若是肯献出降龙墓 保证将穆柯寨所有人妥善安置 安享太平 不必再为贼寇 时刻担心被官军围剿 可穆桂英不肯答应 提着刀就回了山寨 其实穆桂英何尝愿意一辈子当土匪 而且杨宗宝这小伙子看起来还不错 并非不愿意答应 只是对朝廷不放心 万一归降后 朝廷翻脸不认人 那可真就是人为刀组 我为鱼肉 到时候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这一山寨的兄弟 怕是性命难保 于是叔父给穆桂英出了个好主意 此计甚妙 可保全债上下无余 于是天一亮 杨宗宝就被抓回了债子 不要他向上人头 不要他虎符率硬 只需要杨宗宝同意成亲 降龙木自当奉上 如今想来 那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 自从金沙滩一战后 杨家男丁死伤殆尽 幸好天博府内的女眷各有本领 杨大娘周云静 善使八卦双头鹰枪 杨二娘耿金花 善使护手双钩 邹兰秀 善使盘龙八卦刀 杨三娘董月娥 善使一口宝雕神弓 百步之外可穿羊 百发百中 杨四娘梦金榜 善使两把混沌紫金锤 力大无比异于常人 一身横练功夫相当霸道 杨五娘马赛英 受夫君杨五郎的影响 痴哉念佛一心向善 柔身功夫十分了得 可她那两把冰铁双茧 却不是好惹的 杨七娘忽颜赤金 善使夺命双手刀 以一对多不落下风 还有杨八姐杨颜齐 兵器是龙泉清风剑 杨九妹杨颜英 兵器是乾坤七星剑 穆桂英之女杨金花 最是调皮 喜欢发明创造 研究出一种 可以暂时使敌人 神志不清的精粉 要说最担心杨宗宝的 就是她亲娘 杨六娘柴清云 柴是皇族之后 当年傲娇的柴郡主 现在也当了奶奶 孙子杨文广已经18岁 杨六娘虽然把 八十四路杨家枪法 传给了杨文广 可大宋朝廷众武清文 杨六娘希望孙子 能远离边关 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如果能辅佐皇上 郑国除奸 未必不是有功于名 可老太君 蛇赛花并不同意这个想法 官场如战场 各派势力 终日勾心斗角 案件商人 不比战场安全多少 蛇老太君说的也有道理 半军如半虎 在京城反倒是不如边关战场安全 现在边关战事频发 杨家后人理应效命杀场 怎可弃武从文 不顾国家安危 对杨文广这小子 众位奶奶们都是宝贝得很 就算把院墙炸个窟窿 也没半句责怪 他每次都是爬墙出去玩的 为何这次要破墙了 肯定是哥哥 拿了八奶奶 您的烟花 今天是杨宗宝的寿臣 也是杨文广的成人礼 天波府内上上下下披红挂彩 就等着孩子快回来举办典礼 不过众人没能等来杨文广 却等来报信的范大人 天门关失线 杨将军他已经 已经全军覆没 杨六娘差点就晕了过去 众位杨夫人也是面露悲伤 杨宗宝可是杨家唯一的支柱 如今出了这样的事 整个天波府该如何是好 就在这时 杨文广骑着马回来了 这小子如今是天波府唯一的男丁 绝对不能再惯着他了 杨六娘要杨文广从现在开始 只许流血不许流泪 绝不能当一个软弱流涕之辈 这正是将门有后招三代忠义 王室无前显四世英雄 第二天 杨府上下一片搞诉 为杨总宝举办葬礼 这时一向与杨家将有仇的庞太师进门 点名要杨文广和舌赛花接纸 皇上已经知道了边关的事 下令让杨文广担任兵马大元帅 蛇赛花为兼军 总共率领一万步兵和三十匹战马当先锋 为大军开路讨伐敌军 这派一万人马抵挡十万敌兵 这不是圣旨 是宋子令 抗制又怎么样 杨六娘有太祖遇刺的单书铁券 说话自然硬气 可单书铁券只能保柴氏皇族 不能保杨家众人 见对方气焰嚣张 蛇老太君亮出龙头拐杖 这可是太祖所赐 上打昏君 下打禅臣的宝物 庞太师见状 连忙出来打圆场 声称大军调动耗费十日 所以才要先派出一队先锋迎敌 杨家众人速来与国势为重 总不能置国家威王于不顾 这一套软硬尖师组合拳打出来 杨文广也只能硬着头皮接下圣旨 杨六娘知道 宝贝大孙子是什么材料 杨文广也知道自己实力 主动提出和杨排风比 规矩很简单 兵器落地定输赢 杨文广的家传枪法虽然厉害 杨排风的烧火棍也很霸道 而且习武多年 功力远超杨文广 若是真打 杨文广绝无取胜可能 偏偏杨排风也抱着放水的心思 故意露出破绽 让武器被打飞 排风 你怎么可以故意让他 哎呀奶奶 我虽然不是天下无敌 但也能带兵打仗 怎么说都好 总之现在已经接了圣旨 也只能让杨文广去前线 到时候众人再多加保护就是了 其实这一战 就算是没有圣旨 杨家也会主动请应 杨总宝战死在边关 至今不见尸骨 若是不能为其报仇 还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 杨文广是杨家最后一个男丁 礼当孝命将场 众位杨夫人也是杨家人 自然会出手保护 不会让他有所闪失 为了适应战场的环境 杨排风主动剃发 他是老太君的干女儿 杨家有难 自当荣辱与共 不料身边一群小丫头 受到他激励 纷纷要求剃发上战场 大家虽然不是杨家人 但却是大宋子民 当然要到战场上杀敌保家卫国 既然大家如此推心置腹 杨排风也不藏着掖着 把一个诀窍说了出来 他的铁棍 看似是烧火棍 其实内含铁杀 随着棍子的击打 铁杀会汇集在顶端 威力就会被放大数倍 一切准备就绪 杨家众人带着一万精兵 开赴前线 除了杨文广之外 其余人大多都有过战场经历 对战场上的风吹草动 极为敏感 杨文广第一次上战场 不知道其中深浅 看到西夏人就贸然出击 结果一急之下 没能禁数诛灭 还留了个尾巴回去报信 这是西夏人派出的赤猴 经过与杨文广的交手 已经探明大致情况 得知宋军营地位置后 西夏主帅殷齐 决定带着精锐铁骑先行一步 其余人和装备继续元素前进 以求打杨家将一个措手不及 不过宋军有蛇老太军坐镇 西夏人的阴谋 也不是那么容易得逞的 既然现在西夏人提前到达战场 就不能继续按照原计划作战 需要临时做出调整 穆贵英知道 敌方人多势众绝不能硬拼 建议把军队化整为零 避时就须 有而积之 于是蛇老太军决定 把大军分成五路 其中四路人马 或为两亿支援 或偷袭粮草 总之 就是要对敌人造成干扰 让他们摸不清己方的虚实 最后一路人马 共六千人 随蛇老太军坐镇中路 正面迎敌 不管成败与否 只求速战速决 黄土城就是最后的会合地点 台风姐 我们这一台火药 能炸死多少敌军啊 一个都炸不死 可以放烟雾掩护我们撤退啊 因其自视西夏大军人多势众 在阵前对杨家女将大放厥词 蛇老太军一声令下 重弩射出差点要了因其小命 西夏骑兵冲杀过来保护元帅 宋军本欲使用重弩攻击 却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 西夏军营中 推出一个穿戴着杨宗宝盔甲的人 显然是要让宋军不敢动手 杨文广不知轻重 带着轻兵就要冲上去救人 穆贵英一看就知道 这绝对是西夏人的阴谋 本想阻止杨文广 没想到杨六娘竟然先冲出去 要不是蛇老太军拦着 真就中了攻心之急 杨家这边人心大乱 阵脚不稳 只有老太军和穆贵英 还保持着头脑清醒 为了不让杨文广冒失闯祸 穆贵英命人夺了杨文广的率印 大军意志不属不变 可杨文广坚信 西夏阵营中的人就是杨宗宝 元帅可以不当 父亲不能不救 带着随从就贸然冲过去 这一下可就真中了敌人奸计 蛇老太军此刻顾不得责怪谁 立刻下令抽掉一半兵力 去营救杨文广 而当杨文广连杀数名敌将 救出杨总宝时 才发现 这根本就是西夏人的阴谋 若不是杨家丫头们舍命相救 杨文广的冒失举动 就会酿成大错 穆贵英已经撤退 特派我们前来掩护你们走 不打了吗 还打 干嘛 穆贵英等人 本以为能顺利救走杨总宝 其料西夏人 已经在退路上埋伏了一队人马 杨家将应用善战 西夏人也不是吃干饭的 杨大娘和杨妻娘 以生命为代价 终于给穆贵英创造机会 让她杀出一条血路 本以为杨文广能尽快成熟起来 没想到她热血上脑 竟然又重入敌阵 她是天拨杨府仅剩的男丁 总不能眼看着她死 没办法 杨八姐只能闯进战圈 但穆贵英先行离开 让杨排风带人留下 找机会救出杨文广 自小受到长辈们宠爱惯了 杨文广从没吃过这么大亏 心中本就有怒气欲接 再加上连番作战体力不支 最后跌落山崖 不知生死 到了晚上 本地人小豆子 带着一群人来收拾战利品 同时还为牺牲的宋军将士祈祷 他们生活在这里 就是以此为生的 见惯了战场上的生死 所以没有太多忌讳 只是意外看到 一把金枪挂在树中间 爬上去一看 竟然是还剩一口气的杨文广 杨文广又晕了过去 话分两头 杨排风在战场上丢了杨文广 自知失职 两行青类止不住往下流 穆贵英也想念着生死不支的儿子 说起来 杨文广的性子 还真是很像当年的杨宗宝 那时候杨颜昭破不了辽国肖天佐的天门镇 杨宗宝借降龙墓不成 反被穆贵英临阵招亲 因为坏了军营的规矩 被老爹杨颜昭五花大榜等待斩首 穆贵英得知消息后 快马加鞭到法场救人 不料杨宗宝就是以根筋 都要被斩首了 还在想着 让穆贵英献出降龙墓 以求木柯寨上下平安 木柯英把降龙墓献给杨颜昭 希望借降龙墓之功劳 保住杨宗宝的向上人头 不过杨宗宝犯了三条罪状 献保之功 只可以免去叶不归嬴之罪 还有两任务某 临阵娶妻 这两条又当如何 木柯英不愧是女中豪杰 当场以带兵出战取胜 试破天门镇为条件 请杨颜昭免去杨宗宝其余两条罪状 好了别想了 还是赶紧把尽伤治好 主帅不能倒 杨文广被小豆子等人救了回去 一醒来就提枪要出去报仇 只见门外的士兵操练有序 似乎是有高人指点 而端坐镇中的高人 就是失踪多日的杨宗宝 那天杨宗宝遭到西夏人的围攻 眼看就要命丧天门关 幸亏由小豆子爷爷救助 这才打退西夏人保住一条命 不过救出杨宗宝后 小豆子爷爷因为伤势过重 没多久就去世了 族人也就顺势托付给杨宗宝 之所以不给家里报信 实在是没办法的事 天门关失陷 全军覆没 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 若是这一消息传到京城 只会令杨家颜面尽失 声威对一个军人来说 比生命还重要 对杨家将来说更是如此 杨宗宝只能选择隐姓埋名 就此度过一生 可现在杨家有难 若是他不出手 就真的没办法了 当即决定和杨文广联手 一起打退西夏大军 可西夏人不会坐等战机延误 蛇老太军那边 已经遭到西夏骑兵的埋伏 几位女将军奋力冲杀 也只能勉强保证阵脚不乱 情况危急 再打下去会影响作战计划 杨五娘请求蛇老太军先行撤退 可西夏人已经包围了这片山 山上无路可走 只能选择钻进山洞走小路 洞中地势狭窄 西夏人又不断推入火球 再这么下去 不是被烧死 就是被熏死 可走出洞口也是一处绝地 有万丈悬崖阻拦 要想顺利到对面只能搭桥 如今之际 必须依靠杨三娘的宝雕神功 将清兵的锁子甲脱下拆掉 编织成两条铁链 再由杨三娘以剑带链射到对面 如此便可形成一条可以通过的险路 太军 铁链骨钓好了 放心过来吧 好 男兵出列 踏上铁锁 大野桥 蛇老太军第一个踏上人桥 稳稳荡荡走了过去 有老人家当榜样 众人不再犹豫 纷纷踏上人桥 最后一个人刚通过 西夏兵的火球就已经滚到 好容易逃出升天 玄泽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刚才连番作战 杨大娘和杨七娘生死战场 杨文广也下落不明 木柜因身感愧疚 跪下请求蛇老太军治罪 可老太军只问了一句话 若是再来一次 会不会依旧选择夺帅 得到肯定答案后 老太军才放下心 小事依众谋 大事当独断 战场上瞬息万变 木柜因临阵夺帅并无过错 现在必须尽快养好伤 以应对接下来的战斗 众人终于赶到黄土城 但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 因其首战失利后 正率领西夏大军疯狂赶来 而且与杨家有夙愿的 王元帅也要找查 想以木柜因阵前夺帅为借口 一律将其斩首 故此特意派刘复将过来 谎称已经和杨文广会合 请木柜因过去商议要事 杨六娘认为 这一去定然难回 想让木柜因谎称伤病 自己和老太军一起过去 探探虚实 可木柜因心里担心战事 现在敌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 这一来一回要耽误不少时间 若是自己已身犯险 能让王元帅及时发兵 纵然生死也无怨言 本事抱着必死的信念去元帅军营 没想到杨文广在路上看到帅旗 竟然也来到这里 众人相见自是喜不自胜 杨六娘一口一个乖孙叫着 毫不顾忌王元帅也在场 放肆 此地是本帅军政 不是你杨家厅堂 我们该谈谈正事了 正事当然要请王元帅立刻发兵抗敌 王元帅提出要求 木柜因阵前夺帅犯了大忌 必须由杨文广亲自兼斩才肯发兵 护儿媳妇的杨六娘当时就怒了 这正是两军交战之际 敌人已经濒临城下 身为主帅不思退敌之策 反倒要斩杀大将 这岂不是自毁长城为敌张牧 双方一时间僵持不下 王元帅有元帅大印 杨家有老太军的龙头拐杖 谁也不肯相让 可又不能真的拔剑动手 极必元帅杨宗宝求劲 他不是全军覆没了吗 看到杨宗宝 杨家众女将都是一愣 杨六娘眼含热泪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舍老太军上能保持镇定 穆桂英已经哭得不能自已 失踪多日的杨宗宝重新出现 王元帅倒是很好奇 既然没死 为何不回京复命 谭孝坚大有至罪之意 可杨宗宝心里更有冤屈 王元帅统兵十万 却迟迟不失援手 害得天文官失守 众将士全军覆没 一番话说的王元帅面露愧色 只得把话题 转回到镇前夺帅这件事上 要杀了穆桂英才肯出兵 王元帅手下并非没有心腹 可小豆子伪装成 王元帅军中士兵 带走了穆桂英 帐外的士兵根本没有发现端倪 王元帅只能放出狠话 好一个杨宗宝 竟然斗胆勾结奸细 且走朝廷侵犯穆桂英 现在西夏大军越来越近 若是再不发兵 只会误了国事 王元帅为了找回面子 非要杨宗宝找回穆桂英 否则绝不肯发兵支援 而且还不能带着帮手 蛇老太君和杨六娘必须留在战中 只能由杨宗宝一个人去 既然如此 杨宗宝只能和穆桂英商量 如何用仅有的一万人马退敌 两人是在战场上认识的 平常相处时间也不多 常常都是匆匆回家 又匆匆离开 有一次 杨宗宝担心穆桂英太思念自己 让他想自己的时候 就看看天上的月亮 那天是七夕节 天上星斗闪烁 穆桂英印象非常深刻 他倒不是埋怨聚少离多 身为将门之后 自然懂得先国后家的道理 他以杨宗宝为骄傲 绝无半点怨言 如今两人今生注定 无法长相厮守 那就会陪着杨宗宝 一起战死沙场 情到农时 忍不住抱在一起 这是两人为数不多的甜蜜时刻 可杨排风突然来报信 杨八姐和杨五娘等人 正赶制武器应对敌军 可杨齐已经率领西夏大军 濒临黄土城 随军而来的 还有投石机等工程器械 不过小豆子等人 已经伪装成西夏兵 偷偷破坏了所有器械 黄沙滚 风烟曼 这场实力悬殊的大战一触即发 投石机虽不能发射 可还有大批工程部队 这些人足以对黄土城造成破坏 这里没有守城备战的工具 宋军的弓弩 只能造成有限伤害 穆桂英下死命令 要大家必须等下去 谁都不知道要等什么 直到大风刮起 机会终于来了 穆桂英下令打开城门 杨排风趁机带人挥动扫把 借着漫天尘土吹出的时机 杨五娘带领清兵冲出城门 见到西夏兵就砍 碰到敌人就杀 杨五娘只是念佛 并不介意用大刀教训敌人 一刀一个刀刀见血 宛如战神下凡 因其见势不妙 竟然动了同归于尽的念头 下令让弓箭手放箭 要把战场上所有人都射死 杨家将只有一万人马 路上还损兵折将 而他有十万之重 就算一换一 也还能剩下九万 一轮骑射 只见漫天余剑 杨五娘和众将士 惨死在了黄土城下 穆桂英 他们以众欺挡 如此下去 我们输定了 那怎么办 行贼先行王 穆桂英带人摆出佛掌阵 不求杀敌人数 只求快速斩掉西夏主帅人头 只要敌将身亡 军心不稳 便可快速结束战斗 为配合穆桂英的计划 城中守将放出天灯 士兵们用弓弩射穿后 大量辣椒粉洒出 西夏士兵战力 虽不如杨家女将 但毕竟人多 人海战术也能耗死他们 根本就冲不到 西夏主帅跟前 小豆子的人 换上西夏士兵的衣服 放出大量毒蚂蚁 瞬间在战场上造成混乱 身穿敌人衣服的杨宗宝 终于有机会混过去 一见殷奇 抽出武器就要血战 杨宗宝 没错 还有我们这些大豆子民 战场上所有人都已经杀红了眼 刀剑无眼 宋军和西夏人双方各有死伤 你来我往互不相让 但谁也没能占到便宜 这次战争 稍有疏忽便是人头落地 没人会讲点到为止的江湖规矩 有这些将士们卖命冲杀 杨二娘终于得以冲到殷奇跟前 挥动宝刀 与手持划起的殷奇 大战数十个回合 随意刀砍掉殷奇头盔 却被对方反手刺入腹部 奋力调到空中甩了出去 惨死在杨宗宝眼前 眼看杨宗宝就要落入敌人包围 穆贵英终于赶到 当初两人约定会一起血战沙场 如今身陷重围 哪怕战死一心甘情愿 夫妻二人同心合力 只为争取那一线生机 到此刻 王元帅还是作弊上官 坚持不肯发兵 非要看到穆贵英的巷上人头 才愿意支援 气得杨六娘挥出梅花穿心针 就射了过去 她有太祖皇帝亲赐的免死铁键 正好用来拿下这个 延误战机的无能元帅 刘富将是个懂事的人 早就对王元帅的嚣张跋扈不满 既然现在三军没有主帅 前线情况又危急 干脆就把兵符交出 请舍老太军做主 发兵支援杨宗宝 刘富 你这叛将 我饶不了你 是我们杨家将 饶不了你 在战场上血战 每一次优势 都是用鲜血拼杀出来的 再撑下去 真不知道又要损失多少 只见远处 惊奇摇晃 杨文广终于带着援兵赶到 因其剑状决定速战速决 弯弓搭剑 朝着杨宗宝射了过去 穆贵英剑状挺身而出挡住案件 眼看活不成了 杨文广虽是初次担任先锋元帅 却早已熟悉84路杨家枪法 一个人冲入敌阵 和因其站置一处 杨家枪法灵活多变 百十年来 不知多少敌人死在杨家枪下 可因其的大刀凶横霸道 手上亦有无数人命 杨文广出身牛犊 难免缺少对敌经验 只能挥出妹妹杨金花 研制的金粉 因其眼前果然出现幻觉 一时分不清 杨文广的真身在哪里 凭借这一时半刻的喘息之机 杨文广扭转颓势再度出手 双方一时难分胜负 担心杨文广出事 杨八姐也加入了战斗 挥舞龙泉清风剑 与杨文广一起 血战殷琦的鬼头大刀 没想到 殷琦的实力远超两人 不但自己丝毫未损 还重伤了杨八姐 接着冲出大仗 拔出话戟 与杨文广再拼一场 杨总宝担心儿子受伤 上来就死死抱住殷琦 要儿子快点刺出钢枪 不料殷琦扭转身形 一枪刺出 却将两人刺穿 殷琦虽死 杨总宝也撑不住倒了下去 鬼鹰 我欠你太多了 杨总宝就这样死在了战场上 其实穆桂英的剑伤 也早已支撑不住 夫君一死 心中紧绷的弦也变断裂 趴在杨总宝身上 随他一同去了 年轻一辈心绪慌乱 只顾着悲伤 竟忘了这是在战场上 带蛇佬太军 带后援部队赶到战场 杨六娘拍马冲入战圈 砍下殷琪头颅 敌军尽数投降 终于获得胜利 此时杨六娘才看到 杨总宝的尸身 儿子儿媳全都战死沙场 他难掩心中悲痛 就连见惯了战场的舍老太军 也为之动容 可杨家世代忠烈 只要战鼓未息 杨家将就永远不会退缩 以前如此 以后也会是如此 过了许久 杨文广也有了孩子 取名为怀玉 怀玉 怀玉 你满周岁了 太祖奶奶啊 让你自己选择 如果怀玉选择宝剑 那就继承杨家先祖的遗志 做一个征战杀城的将军 如果选择了 清零秀气的玉府 舍老太军 就会让怀玉 弃武从文 远离战场 就在众人好奇 怀玉会作何选择时 宫里来人了 皇上命杨文广 为平息副元帅 随大元帅狄亲 发兵边关 即日启程 不知怀玉最终会作何选择 杨文广已经载入战场 在杨家将的演艺故事中 金沙滩一战 七子去 六子回 七郎八虎 也都留下了后代 并非只有杨文广一个男丁 随着以杨家将演艺为蓝本 等众多故事的流传 四郎探母 原本斩子 杨文广争稀 等戏剧也都渐渐出现 那种担当天下 为国献身的精神 也随着杨家将的故事 深入人心